哈喽大家好,我是蒙哥,今天难得打牌战队赛啊,我好久不玩赢政了,要不是我的白昼王子出关了,我都快忘记这个英雄了,说实话白昼王子我都快忘记了,我这记性太可怕了 首先说一下情人节当天的获奖信息,一共抽取了两位幸运观众,目前只联系上了一位 恭喜名为女1165935095的观众啊,获得猴子的大声取亲一个,红包已经到位,可以自己安排了 另外一名小伙伴名为辣家军1215804152的小伙伴,请尽快回复私信,我会尽快给你发放奖励的 要说起来战队赛啊,大家发现没,我跑到小奶猫的战队了,也是我自进战队以来第一次打战队赛啊 那肯定用我白昼的第一次来打呀,这样才比较搭嘛 小猫一手冲锋陷阵过去一打三,非常勇敢,把敌方三人聚集在一起,我和小猪包都开启了扫射状态 苗调一人开始追击甩牌哥,回头还想捞一手经济,那真可惜了,我的移速名文可不是白带的 这有时候经济是真不能贪的,这就是个鲜明的例子 在中路发育一波打打经济,然后准备回去接小猫出基地 哎呀,这个刚结过昏的大棒棒就这么猴急的上来敲我,那我肯定害怕啊,对不对 还好奶妈在我旁边,我的血量蹭蹭往上飙啊 一手闪现躲避开来,然后开启大招,好小子原来是骗我闪现和大招的 还好拿到了意外收获,这次血转 现在双方的对抗非常胶着,对面已经很有能耐的偷了一手大龙 不过我们站队的都是影茬子,还是选择在中路主动出击 好的,对面人入不起,赶紧追杀一手,让对面战斗力降低 大棒棒残血跑掉,小猫非常机智地将甩牌哥收割 今时剩下一个凯大哥想一打四,谈何容易啊 直接收掉开始击杀季雄的魁仔 剩下一个大棒棒向守塔是完全不可能的 看来我白昼的第一次还是比较顺的 走,继续向前杀,看看还能收几个头不 刚结果婚的大棒棒,这会儿肯定内心躁动不安 到底上还是不上,这是个问题 好的,他开始走位了,他的走位很强势 仿佛要把脚底板磨烂 好的,他终于上了,果然够聪明 他以自己的人头换掉了这个炮车 然后队友复活可以守住,然后反打一手拿下胜利 剧本我的帮忙写好了,就看他的队友是不是这么进行的了 超级兵也逐渐推向高地 对面的英雄也逐个复活 看来又是一场恶战 对方究竟能不能守住最后这一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哎呦厉害了,刚出基地就打起来了,看来对面来势汹汹 我凭着精准的连环飞镖让甩牌个倒下 海大哥貌似又准备一打五了 这一道非常有效,给我闪现都揍出来了 剩下一个盔仔非常精准的将小书包过去直接打死 奶妈也惨遭阻殊 目前就剩我跟小猫二人在持续战斗 看小猫的血量活下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漂亮,nice 这个武则天居然毫不客气的释放了这个技能 并且向我突出了两个气球吓唬老夫 似乎有什么东西蒙蔽了你的双眼居然两个都空了 嘿嘿,想不到我会扛塔吧 没办法后期了 咱的可硬,耐揍 白虎小哥也很优秀的单杀大棒棒 那这排也就没有悬念的结束了 想不到第一局战队赛居然打得这么顺利 运气不错 我去排位试试,兴趣运气也很棒 溜了溜了,我们下期见 拜拜